冰冬館民用高利福救工場回室 因為在分寧館沒有一間一樣的工場 所以管政府今天也要求工場 就要做洪災的演員 管政府是統計說他沒有做的館來 有空的公共費用物品 累館的重數是有156間 每年後都會挑戰記者一次 來看公共安全 聽到金布雷彈 工廠裡面的原工都走出來避難 透過小洪教派人傳營獨得 衛災在通報趴火唱歌 安全到身上去求頂頂進行演練 彈好在港安宿後發生事件就成功 相當而是個青澤港廠裡面 抗公共有幾件物品的所在 國座和社畢能夠符合規定 位在警衛室那地方拿到場區的平面圖 裡面它當然會有它的位置 構造設備種類還有數量 我想這地方能夠提供我們 到底要如何進入救災 冰冬館民用國座科技公司 日後發生大火作性減動師上 冰冬館民用國座科技公司 應付關注 原料的儲藏地方 跟工廠的製造部分會是分開的 但是有一些還是為了我們的生產需要 我們還是會在現場儲藏一些 我們馬上要使用的原料 但是這些原料的數量都是有控制的 經濟統計 觀念關於香港共有幾件物品的調數 繼續歷關於北九十大堅 雲林線境內有公共危險物質的這些廠區 那有超達有高達三百倍以上 這個危險的這個廠區大概有一百零一家 那在三十倍以下的大概也有五十五家 那我們進行每年我們進行聯合機場 官府表示 當年都要全民辦理聯合機場 今年到達 結論機場放公共幾件物品 三十倍以上的調數七十四斤 做法會應付的調數六斤 無法規定的調數 會由各管制單位依照相關規定處理 希望靠北公共安全 不要讓輸入更再發生 記者 王維雄 雲林報道